沙士期間我們看到每天公佈的死亡數字 其實也對香港人對生命的珍惜 以及對死亡有一個深刻的想法 最後我想說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 翻譯出版都是非常快的 除了我們有時在廣告看見 不同的社工服務機構或者醫院 有善蹤、有靈養服務之外 我們也看到西方的死亡學 在大學裡面設成一些科目 可以作為道修 包括有一個芝加哥的記者寫 雙若莫利於星期二 天堂遇上五個人 不僅輸還拍成電視片 那個對死亡的看法是很不同 還有一本是在去年美國成為暢銷書的 叫做Chasing Daylight 追逐日光 這個人就是五十歲 就患上腦癌 只有一百日的命 他那本書就是講他最後一百日的時間 我記得我在今年初提到這本書 就是我教會裡面聚會的 其中一個人叫做梁錦松 我想大家不陌生了 他聽完之後就買了二十本 送給他的朋友 其中是一個患癌症的朋友 所以你看見這些書 這些信息 無論通過教會的講壇 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傳達 某種程度都在訴訟 香港人有信仰沒有信仰的人 對死亡的觀念 以及對死後的世界觀 那種預設有一種反省 謝謝吳牧師 說到其實 那個人背後的信念 是影響他對死亡的看法 當然基督教 從基督教的角度 就是死亡一個安息 變成死的樣子也會好一點 但是香港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也有道教、佛教提到 周博士專門去看 在不同的宗教 究竟對死亡 可以提供一些積極的態度 或者安慰呢 我們將時間交給周博士 各位朋友你們好 其實我對中國宗教 特別道教比較有興趣 我本身都是一個基督徒 所以當要比較不同的宗教 對死亡的療效作用的時候 我腦裡只有道教和基督教 所以不同的宗教 我想道教就代表 我們香港一個中國人的社會 一種在殯葬儀式裡面 經常見到的一些禮儀 一種在殯葬儀式裡面 就是我們香港其中一個信仰表達裡面 都會常見的一種在殯儀館裡面 舉行一些殯葬禮儀 至於兩個宗教怎樣能夠在殯葬禮儀裡面 提供一些療效作用呢 我猜也要講一些這兩個宗教對人 或者對生命 對死亡 一些簡單的看法 那就了解背後的殯葬禮儀 怎樣提供一些療效的作用 剛才學師也有說過 其實道教的人觀 其實可以簡單地說 就是分魂和柏 這個觀念其實就是吸收了 儒家、佛教和民間宗教 中國人相信那個柏 三魂七柏 那個柏就是入土為安 柏基本上是一個身體 魂就像我們基督教講的那種 但是他們不是這樣相信 魂其實是按照著生前祭語 其實是去到不同的地方的 如果不說那些地方之前 大家都可能在日常語言裡面 都聽到說 這次撞車 我沒有發生事了 都是祖先保佑 最近生活不太好 偷偷碰著黑 當然有些不好的事情搞我了 要出去還一拜一神 其實這些反應 其實中國人 或者特別道教 相信那個魂 其實大約去三個地方 第一種就是 生前如果是有功德的 就會去祖先入 成仙 我們經常聽過的神仙 鐵拐你 或者八仙 就是這一類 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 我們的祖先 原來我們的祖先 他那個地方 都不錯的 是有人供奉的 第三就是 剛才牧師也有提過 就是那些死於非命 或者是死後 不能夠好好去走到這個殯葬儀式的 就變成有魂的鬼 那中國人就相信 或者道教特別相信就是 如果 就是我們的先人 能夠在殯葬儀式裏面 能夠得到很好的照顧 以孝道 來去表現對他們有供奉的話呢 基本上就會成為祖先 或者能夠成為先入 至於那些 就是 遇到意外 又或者沒有後人供奉那些 就成為遊魂野鬼 這樣就會 在我們生活裏面攪拾我們 那所以呢 其實我這麼簡單地說 我想告訴大家 在中國人的觀念裏面 亡者 是從來沒有離開過 新人的生活空間 亡者是可以在生活裏面 影響我們 就是對中國人來說 那所以呢 亡者呢 對中國人 或者新人的衣服呢 在哪裏呢 就是家裏的神主牌 甚至呢 是墳墓 那 對道教的人來說呢 就只要做齊這麼多法事 就像剛才的牧師說 我們其實有很多層意義的 做齊這麼多個步驟的法事之後呢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就會得到安息 就能夠去到一個呢 叫做 即是先 那個 我們的先人 即是祖先 就能夠去到一個 神仙的境界 那他得到安息呢 新人呢 都得到安慰 那這個呢 就是大約呢 就是道教那個觀念 那我猜基督教 大家都可能在座都有些是基督徒 那可能就比較熟悉了 我特別想提的基督教就是 其實是保羅的神學呢 對死亡呢 的處理是比較清晰一點的 保羅呢 就相信呢 耶穌基督已經呢 戰勝死亡去復活 那所以呢 對保羅來說呢 死亡呢 只不過是脫離呢 罪 和肉體的觸磨 那這個在羅馬書六章七節裏面都講到 那在保羅的書信裏面 我們常常見到保羅形容死亡呢 是一種碎了 或者睡覺的一種狀態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嗯 對保羅來說呢 只有碎了的基督徒 是沒有死了的基督徒 那所以呢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 在保羅的書信 或者在福音書裏面都提到呢 就是因為 基督徒相信呢 耶穌或者基督呢 第二次呢 會再來 他們呢 死了的人呢 會可以呢 就是去到一個 就是更美好的生命 那所以呢 對於基督教的人士來說呢 喪禮 或者扮喪事呢 是不需要太悲傷 因為 亡者只不過去到另外一個境界 如果我用一個比喻來比喻的話呢 那保羅呢 就相信什麼呢 其實呢 死亡只不過是一個門檻 又或者是一道門 就由一間房 就進入去另外一間房 那麼 死亡之前那間房 或者那種的存在狀態呢 只不過呢 在那裡經歷上帝的恩典 或者呢 對上帝的認識理解 對於基督教來講呢 死亡就是進入另外一個空間裡面 去經歷呢 就是所謂的暫心啊 喜樂啊 或者是永恆的生命的一種狀態 那給你看見呢 其實對我來說呢 就是因為研究道教呢 我也覺得呢 其實中國人呢 是那個殯葬儀式 是做得這麼長呢 其實是相當希望呢 亡者呢 是能夠得到安慰 所以基督教和道教呢 這兩種的儀式裡面呢 我都覺得呢 是有一定程度的療效作用 對新人來講 麻煩你了 阿黃博士 那呢 阿黃博士呢 就專門做生死教育的 那呢 就在做教育那方面呢 當我們剛才聽到 兩位的講者都說到呢 其實 死亡背後的信念呢 都很影響了 那個 那個 香港人 怎樣去看他的生活 那也都看到有個基督教啦 那他們怎樣去看 死亡 那道教 那不知道你 涉合的 所謂 即是新世教裡面 你怎麼看 一個 香港人 背後的信念呢 是否足夠呢 就是一個研究 那研究裡面呢 就是 我分開三部份的 一部份就是 看完教科書 就是 學科的教科書 第二部份就是 做一個問卷的調查 向全港的四百多間中學 發出問卷 問他們學校裡面 是否有舉辦一些活動 是和死亡有關的 或者推廣死亡教育的一些 相關的活動呢 第三部份呢 就是 直接找一些老師 就是有生命教育 或者死亡教育的老師 進行訪談 那得出的結果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不夠 就是香港人完全是 中學裡面呢 是 在教科書上面 譬如說 中國語文科 那樣 那只有四篇 全部 中一至中五 就是四篇文章 可能和死亡有關的 一些文章 並且他們是 只是偏向於 關於親屬的死亡 的悼念的文章 對於死亡的意義 或者對於 是怎樣去面對死亡 怎樣進行臨中關 或者這些完全是不補的 那另外的科目呢 譬如說 中國歷史科 西史 或者是其他科目呢 就是人民學科 那和死亡涉及的一些課題 都是 作一些文化上面 或者歷史上的介紹 而不是教你們 我們怎樣思考死亡的問題 那所以呢 大家看到 往往正正說 吳律師提到 其實死亡問題 是很接近的 那一個事件 雖然是這麼遠發生 但是在電視機前面 就看到一些這樣的衝擊 或者是在學校裡面 同學的死亡 自己家人的死亡 或者甚至是同學的自殺 或者是 有一次就是 01、02年 有一次的三個學童的燒炭事件 或者是 八千嶺的災難事件 或者是在 屯同公路的 那個車 掉下來 是很多的老師 有一個人 佛家中學老師的死亡 那其實很貼身 和很接近的 如果發生了 怎麽辦呢 在學校裡面 那通常呢 不是找老師的 因為老師呢 覺得自己是沒有能力 去應付這些問題 結果就是找社工 找一些專業的輔導人員 心理輔導的輔導家 是為那些同學 是怎樣進行開解 或者輔導的 那所以呢 大家看到 其實老師 他在他們的訓練裡面 或者他自己成長過程裡面 自己受過教育裡面 是沒有接受過 關於死亡教育的 一些這樣的訓練 所以他面對 一些問題出現的時候 怎樣去幫助學生 也是很不足夠 或者是不知道 如何去著手 那在2003年 2001至2003年 在香港准明會 推行過一個 青少年生死教育計劃的 那這個是相當成功 他向很多學校 是看老師做培訓 以及舉辦一些研習班 研討會等等 那就是支援了五十多間的中學老師 還有就是受惠學生有十萬人 那這個是申請一些的資助 政府的資助 只是維持了三年 之後呢 就是沒有辦法繼續下去了 那所以在香港的中學教育來講 可以說呢 是完全不足夠的 那大學教育是怎樣的 大學教育呢 就是譬如說 在中文大學 有關於死亡的學科 譬如說死亡與不留 有在哲學系裏面的開業學科 或者是中哲系的 一些關於死亡的學科 還有通識教育的學科 還有通識教育的學科 在嶺南大學有生死學 在理工大學 可能都有一科 在通識教育裏面的關於死亡學科 但是都是一些幾間 或者是香港IN 可能也有時候有一些學科 但是都是選修 還是選修在通識教育裏面其中一科 就是以我經驗 是當我在大學裡面開辦 生死學這個學科的時候 就是很多學生想報讀 想報讀 但是其實我明確有限 就不可以只選俗 就是那班人屬於大大 可以看到那個需求 其實是很恩切 但是呢 在大學裡面 通人死亡教育 也都是不是那麼廣泛 或者是那麼不夠提供 比較全面 或者是可以給學生 一個死亡 怎樣認識生命的意義 死亡的意義 那種的途徑 那我可以再講到這個 如果看回不同的宗教信仰 都會給死者家屬 都有一個很具治療的作用 但是如果從一個教育裏面來看 從黃博士去看 就是香港是比較缺乏 一些正面的 就是關於一個死亡的教育 無論是在中學或者大學裡面 那我想大家坐在這裡 就是都希望可以對死亡 有一個更加正面的看法 所以就參加今天的講座 也都希望透過對死亡 有正面的看法 當大家需要去幫一些 無論是病者或者親友去面對死亡的時候 是可以給他們支持 那我也很想問一下幾個講者 就是究竟會怎樣可以正面一點去看死亡呢 以至呢我自己要釋懷 我自己釋懷的時候 當我真的接觸到別人的時候 她是在面對死亡 可以來支持到她 那我想跟港姐說一下 你自己怎樣去覺得 怎樣可以來到 有一個正面去對死亡的看法 以至釋懷 或者是我們怎樣可以來到去幫助香港人 來到有一個正面一點的 我們叫做生死亡的教育 那你指點體 或者你覺得香港整體 其實應該可以怎樣來到去 推人一些正面一點的死亡的教育 我先講個笑話 有一次就有一個女士 就跟她一個親戚的小朋友這樣說 她說我打扮了這麼多的化妝品 我的女兒很男生化的 將來都是給不了她 她說兒媽死了之後 這些美好的東西都給你 那這個小女兒就馬上回去問她媽媽 兒媽什麼時候死啊 她很想拿到她兒媽的東西 我覺得小朋友對死 沒有第一次的喪禮經驗 或者是在學校